第九章 人体脊柱生物力学 通过学习本章 读者可以解释解剖结构 如何影响脊柱的运动功能 解释影响脊柱稳定的因素 和脊柱不同部位的稳定性 解释脊柱执行其生物力学功能的方式 解释肌肉的起支点 与肌肉在躯干的活动本质 和有效性之间的关系 描述常见脊柱损伤的生物力学因素 脊柱是复杂且重要的人体结构 脊柱提供了上肢和下肢之间的机械连接 可以在三个解剖平面上运动 脊柱还为脆弱的脊髓提供骨质保护 腰椎是许多研究人员 和临床医生关注的脊椎阶段 因为腰痛是一个主要的现代医学问题 与社会经济密切相关 脊柱结构 脊柱由33块椎骨组成 分成五个部分 从上到下 意思为 脊椎C7块 胸椎T12块 腰椎L5块 底椎S5块形成底骨 尾椎SO4块合成尾骨 个别腰椎由4块或6块椎骨组成 脊柱由于结构的不同 及肋骨的存在 脊椎胸椎及腰椎的活动度各不相同 在这些区域内 两个相邻的椎骨和它们之间的软组织成为运动阶段 运动阶段是脊柱的功能单位 每个运动阶段包含三个关节 椎体间由椎间盘分割形成一个微动关节 上下关节突之间的左右关节突是滑动关节 内有关节软骨 椎骨 一块典型的椎骨 有一个椎体 一个称为椎宫的空心环和一些突起组成 椎体是脊柱上主要承重部位 椎宫和后侧椎体及椎间盘形成的脊髓 和相关血管的保护通道称为椎管 在每个椎宫的表面 有几个突出的骨头 肌秃和横秃作为支架可提高 附着肌肉的机械效益 上两个颈椎具有特殊的形状和功能 第一块颈椎C1被称为环椎 为颅骨枕部提供了一个相互契合的容器 环整关节非常稳定 可区区伸展 14度至15度 除此之外 几乎不能在其他解剖平面上发生运动 环椎和第二颈椎C2之间的关节称为环疏关节 可进行大范围的轴向旋转 平均旋转75度 伸展14度和侧区24度 从颈椎到腰椎 椎体逐渐增大 特别是腰椎 比脊柱上段的椎骨大且厚 这种结构具有功能性 因为当身体处于直立的位置时 每块椎骨不仅要支撑手臂和头部的重量 还要支撑整个躯干的重量 腰椎表面积的增加 可减少这些椎体所承受的硬力 所有哺乳动物的椎间盘表面积 都随着负重的增加而增大 极图和横图的大小和角度 在整个脊柱内各不相同 这改变了关节图关节的方向 限制了不同脊柱阶段的活动范围 除了引导运动阶段的运动 关节面关节有助于承载重量 关节图关节和支撑盘 提供了大约80%的脊柱 抵抗旋转扭转和剪切的能力 其中超过一半来自关节图关节 关节图关节还承受着脊柱 约30%的压缩载荷 尤其是脊柱过伸展时 第五腰椎与第一底椎的 关节图关节接触力最大 最近的研究表明 15%至40%的慢性腰椎疼痛 来自关节图关节 椎间盘 相连椎体之间的关节是联合关节 椎体间的纤维软骨盘 有减震作用 成年人健康的椎间盘 约占脊柱高度的四分之一 当躯干直立时 椎间盘前后厚度的差异 产生腰椎、胸椎和颈椎的曲线 椎间盘有两个功能结构 一个由纤维软骨构成的后外环 称为纤维环或环 被纤维环环绕 位于中央的凝胶状物质 随和或合 纤维环由15到25层 同心圆厚的胶原纤维组成 胶原纤维 以30度的夹角垂直交错 正是因为这种结构 纤维环的旋转 相对于压缩 张力、减切更为敏感 随和是一种凝胶状的物质 在健康成年人椎间盘体积的40%至50% 在年轻健康的椎间盘中 随和大约90%是水分 剩下的是胶原蛋白和蛋白聚糖 是一种特殊的化学吸水材质 随和中这种极高的流动性 使它更能够抗压缩 机械学上 纤维环就像一个螺旋弹簧 把所有的椎体连接在一起 此外 随和就像滚珠轴承 在脊柱曲曲伸展及侧曲时 椎体在上面滚动 在做屈身运动的时候 椎体在随和上运动 关节和关节引导运动方向 正如图中所示 脊柱在曲曲伸展和侧曲时 椎间盘的一侧产生压缩硬力 另一侧产生拉伸硬力 而脊柱在旋转时 椎间盘内产生的减切力 在脊柱曲伸时 椎间盘承受的压力 明显高于旋转时 在同样角度的曲曲和旋转下 曲曲对纤维环造成的硬力 大约是旋转的450倍 在日常活动中 压缩是最常见的脊柱载贺 椎间盘在承受压力时 它往往同时失水 并吸收钠和钾 直到其内部电解质浓度 足以防止进一步失水 当达到这种化学平衡时 椎间盘内部压力等于外部压力 由于这个原因 脊柱在一天的过程中 会经历高达2厘米的高度下降 大约54%的下降 发生在早晨起床后的30分钟 一旦椎间盘上的压力减轻 椎间盘就会迅速地重新吸收水分 椎间盘的体积和高度也会增加 从而使夜间水分吸收 在氧味的情况下 与日间椎间盘的脱水相平衡 于航员在不受重力影响的情况下 脊柱的高度会暂时增加5厘米 在地球上 通常人在早晨刚起床 使椎间盘的高度和体积是最大的 由于椎间盘的体积增加 也会导致脊柱硬度的增加 因此清晨椎间盘损伤的风险 似乎会增加 中等强度跑步后 脊柱收拾的研究显示 腰椎间盘的高度下降6.3% 椎间盘的血供可达8岁左右 此后椎间盘无血管 必须依靠机械方法 维持其健康的营养状态 体位和体位的间歇性变化 会改变椎间盘内部压力 使椎间盘产生泵送作用 水的流入和流出 将营养物质输送进去 和将代谢物带走 基本上实现了与循环系统 输送营养物质相同的功能 长时间保持一个非常舒适的固定体位 会限制这种泵吸收作用 并会对椎间盘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研究表明 一个最佳区域的振动频率和大小 能够促进椎间盘的健康 像散步和慢跑这样的速度相对较慢 强度中等的活动 会产生间隙性的轴向载荷 对椎间盘健康有益 损伤和老化 不可逆转地降低了椎间盘的吸水能力 也降低了椎间盘的减震能力 第五腰椎与低底椎的椎间盘 容易发生退形性改变 因为这个位置 椎间盘受到的机械硬力最大 所有椎间盘的液体含量 自20岁左右开始减少 典型的老年性椎间盘的液体含量 大约减少35% 当这种正常的对行性改变发生时 相邻的椎铁之间会发生异常的运动 脊柱上更多的压缩 拉伸和剪切载荷 必须由其他结构承担 尤其是关节吐关节和关节囊 脊柱高度的降低 常伴随着脊柱结构的退形性改变 此时椎间盘承受的载荷增加 人体的姿势可能发生改变 当一个人试图通过保持脊柱区区的姿势 来减轻关节吐关节受压时 腰椎的正常前吐曲线可能会降低 急性椎间盘损伤 机械载荷过重 糖尿病 吸烟 震动等因素都会影响椎间盘的营养吸收 而有规律的运动可以改善其营养状况 韧带 脊柱的周围包裹着韧带 韧带有助于维持椎体内部的稳定 较强的前宗韧带和较弱的后宗韧带 会连接颈、胸、腰椎、椎体 急上韧带与急途相连 纵贯整个脊柱 急上韧带在进步明显增大 称为向韧带 相连的椎骨在急突、横突和追攻板之间 由急肩韧带、横突肩韧带和黄韧带相连 黄韧带也是脊柱的主要韧带 连接相连、追攻板 虽然大多数脊柱韧带主要由胶原纤维组成 伸展性较差 但黄韧带中弹性相会比例较高 在脊柱曲曲时拉长 在脊柱伸展时缩短 当脊柱处于解剖位置时 黄韧带处于紧张状态 增加了脊柱的稳定性 黄韧带轻微的拉力 使肩韧带产生轻微的持续的压迫 称为预应力 正椎的黄韧带 在抵抗区区方面很重要 脊柱的所有韧带都以弹性的方式活动 但拉伸时以非线性 时间依赖性的方式活动 脊柱生理性弯曲 从史面图上看 脊柱有四条正常的曲度 胸椎和底椎曲度 在出生时即呈现为 向后突 成为先天性脊椎生理性弯曲 腰椎和颈椎的曲线突向前 是在婴儿开始坐起和站立后 由于身体直立而形成的 因为这种曲度在出生时并不存在 所以称为后天性脊柱生理弯曲 颈椎和胸椎曲度 在生长变化过程中不大 在七到十七岁之间 腰椎的曲度增加 脊柱曲度 姿势受遗传 病理 个体精神状态 和脊柱受力习惯的影响 这些曲度 能够使脊柱吸收更多的振动 使其不受伤害 正如在第四章中所讨论的 骨骼是根据作用其上的 力的大小和方向 不断地建模或形成的 同样 当脊柱习惯性地 受到不对症的力时 这四条脊柱曲线 也会发生扭曲 腰椎曲度增大 或前突 常与腹肌力量弱 和骨盆前倾有关 脊柱前突的病因 有信念性脊椎畸形 腹肌无力 做姿势习惯 及过度训练 需要伸展腰椎的运动 如体操 花样滑冰 投掷标枪 和蝶勇 由于脊柱前突增加了 脊柱后部的压力 有些人认为 腰椎过度前突 是导致腰痛的原因 肥胖会导致整个脊柱 和骨盆活动范围缩小 肥胖个体表现为 脊柱前倾增加 伴腰椎前突增加 与步行相比 跑步时骨盆前倾 和前突增加 另一个常见的 脊柱生理弯曲异常 是脊柱后突 驼背 及胸椎曲度增大 脊柱后突 可由先天性畸形 骨质疏松 或舒尔曼病 由构板行为异常 而形成一个 或多颗蝎形椎骨引起 舒尔曼病 好发于10至16岁 因为此时 是胸椎生长最快的时期 遗传和生物力学因素 也会发生脊柱后突 如进行大量 蝶勇训练的青少年 出现蝶咏背 症状较轻的可以通过 加强背部肌肉的 运动矫正 但严重的病例 需要采用 肢聚矫正 或手术矫正 胸椎后突 也有随着年龄的增长 而增加的趋势需要 表现为 退行性改变 椎体压缩性骨折 肌肉无力 和生物力学改变 脊柱的横向偏移 称为脊柱侧弯 脊弯机型 长半瘦内椎骨旋转 病情从轻到重不等 脊柱侧弯可表现为 C型或S型肌型 类及胸椎和腰椎 结构性脊柱侧弯 和非结构性脊柱侧弯 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 结构性脊柱侧弯不灵活 即脊柱侧区时 侧弯不会改变 非结构性脊柱侧弯是灵活的 可以通过侧区矫正 因此脊柱侧弯的原因有很多 先天性肌型和部分肿瘤 可导致结构性脊柱侧弯 非结构性脊柱侧弯 可以激发于腿肠差异 或局部炎症 小幅度的脊柱侧弯 相对常见 可能是每天用 一侧膝带梳集 或沉重胯包等习惯 所引起的 大多数脊柱侧弯 为特发性脊柱侧弯 这种疾病的病因尚不明 特发性脊柱侧弯 可在任何年龄发病 最常见于10到13岁的儿童 大约4%的人受此影响 在女性中更为常见 脊柱侧弯的症状 与侧弯程度有关 轻度病例可能无症状 并随着时间自行矫正 越来越多的证据之时 适当的牵身和训动训练 可以治疗轻度到中度 脊柱侧弯的症状 和矫正外观 严重的脊柱侧弯 表现为极度侧偏 和脊柱的局部旋转 可有严重的疼痛和变形 需要进行肢具矫正 或手术治疗 脊柱侧弯患者 受力追骨和追尖盘 呈现为歇形 脊柱运动 作为一个整体 脊柱可以在 三个解剖平面运动及旋转 因为相邻的两个 追骨之间的运动范围较小 所以脊柱运动 总是涉及许多运动阶段 每个运动阶段 所允许的活动范围 受解剖限制 这些限制 在脊柱的颈胸腰阶段 各不相同 区区伸展及过深 颈椎和腰椎区区 伸展的活动较大 第五六颈椎约为17度 第五腰椎至第一底椎 约为20度 胸椎由于关节图 关节走向的原因 关节活动度 从一至二胸椎的约4度 到十一到十二胸椎的 约10度不等 脊柱区区和宽关节区区 或骨盆前倾 这三者容易混淆 因为这三种运动都发生在 像腰椎弯曲 触地摸脚趾这样的活动中 宽关节区区 包括骨骨相对于骨盆带的 前向 齿状面旋转或相反 骨盆前倾 是卡前上级 相对于持骨联合的 向前运动 如第八章所述 正如骨盆前倾 促进宽关节区区一样 它也促进脊柱区区 脊柱向后超过解剖位置的伸展 成为过深 颈椎和腰椎过深很常见 在许多运动技能的练习中 如游泳 跳高 撑杆跳 体操等 都需要腰椎过深 侧区和旋转 脊柱在冠状面 远离解剖位置的运动 成为侧区 颈椎的侧区范围最大 四五颈椎可以进行 九到十度的侧区 胸椎的侧区范围较小 胸椎上段相邻 椎骨间的活动度 大约是六度 胸椎下段 大约是八度九度 腰椎的侧区活动度 只有六度 第五腰椎 至低底椎 只有三度 横前面的脊柱旋转中 颈椎也是活动度 最大的阶段 第一二颈椎 可以达十二度 其次是胸椎 胸椎上段 约有九度的旋转 从第七 八胸椎向下胸椎的旋转 活动度慢慢减小 由于腰椎结构的原因 旋转活动度 只有两度 低下关节 约可进行五度的旋转 由于脊柱的结构原因 所以脊柱的侧区 和旋转是偶合的 旋转的同时 伴有轻微的侧向弯曲 但这些运动 是肉眼无法观察到的 颈椎的关节活动度 随着年龄的增加 而成线性减少 被动活动范围 每年约减少0.5度 脊柱肌肉 颈部和躯干的肌肉成对 位于左右两侧 这些肌肉单侧收缩 可引起躯干侧区 和或旋转 双侧收缩 可引起躯干区区或伸展 脊柱主要肌肉和功能 如图表所示 前侧 颈部前侧主要为追前肌 包括头前直肌 头外侧直肌 头长肌 静肠肌及八对舌骨肌 虽然舌骨肌的主要功能 似乎在吞咽过程中移动舌骨 但这些肌肉双侧同时收缩 产生的张力会使头部曲曲 单侧的肌肉收缩 有助于头部向收缩肌肉侧区 或使头部向对侧旋转 当然 这也取决于其他肌肉所起的中和作用 主要的腹肌有腹直肌 腹外斜肌和腹内斜肌 这些肌肉的主要作用 是使脊柱曲曲 也可减少骨盆前筋 单侧收缩产生的张力 使脊柱向同侧侧区 腹内斜肌收缩产生的张力 使脊柱向同侧旋转 由腹内斜肌收缩产生的张力 导致向相反的方向旋转 如果保持脊柱固定不动 腹内斜肌收缩 使骨盆向对侧旋转 腹外斜肌收缩 使骨盆向同侧旋转 这些肌肉也是腹壁的主要组成部分 有保护腹腔器官的作用 后侧 头夹肌和静夹肌 是主要的静身肌 整股下肌包括 头后大直肌 头后小直肌 头上斜肌和头下斜肌四块肌肉 当这些静后肌一起收缩时 静部侧区或头部转向同侧 当双侧收缩时 静趋趋 胸腰椎后侧 有体积较大的竖脊肌 半肌肌和脊柱深层肌肉 竖脊肌包括脊肌 最长肌和卡肋肌 半肌肌包括 静半肌肌 头半肌肌和胸半肌肌 脊柱深层肌肉 主要有多肋肌 回旋肌 肌肌肌 横途肌肌 肌肌肌 竖体肌是主要的脊柱深肌 和过深肌 所脊柱后侧肌肉 双侧同时收缩 产生伸展和过深 单侧收缩产生侧躯 侧方 静部两侧 有突出的胸锁乳突肌 肩甲提肌 前洗脚肌 后洗脚肌 和中洗脚肌 双侧胸锁肌肌收缩 能够使 屈屈颈椎 和后仰头部 单侧收缩 可以产生 同侧侧区 和对侧旋转 肩甲提肌 是固定在一侧 肩甲骨时收缩 能使 颈部侧区 三条洗脚肌 帮助 颈椎屈颈 和侧区 这取决于 双侧 还是单侧肌肉收缩 在腰椎区域 腰方肌和腰大肌 是较大的 双侧对称的肌肉 这些肌肉收缩 能够区区 或者侧区腰椎 脊柱载荷 作用在脊柱上的力 包括身体重量 脊柱韧大的张力 周围肌肉的张力 腹内压 和外部施加的负荷 当身体直立时 脊柱的主要载荷 是轴向的 在这种姿势下 身体重量 手上任何负重的重量 以及周围韧带 和肌肉的紧张 都会导致脊柱压缩 直立时 全身重心 位于脊柱前侧 使脊柱承受 横定的前弯力矩 为了保持身体的位置 这个力矩 必须被后身肌的张力抵消 当躯干或手臂屈屈时 这些身体阶段 增加的力弊 有助于增加 趋近扭矩 和后身肌的补偿张力 由于脊柱肌肉 相对于椎体关节 有非常小的力弊 它们必须产生 很大的力 来抵消 由身体阶段的重量 和外部载荷所产生的关于脊柱的力矩 因此 作用在脊柱上的主要力量 通常来自肌肉活动 与直立时的载荷相比 腰椎受压载荷 随坐姿而增加 随脊柱区区而增加 随坐姿拦散而增加 做一下骨盆向后旋转 正常腰椎前突 趋向于平展 导致椎间盘载荷增加 坐姿倾斜向后旋转 正常腰椎前突趋于平展 导致椎间盘载荷增加 坐姿倾斜会增加椎间盘的载荷 人体工程学设计的椅子 座椅轻微前倾 可提供腰椎支撑 使更多的重量 由大腿支撑 由椎减轻挤住的负担 椎间盘内的压力 随着体位和载荷的变化 而显著变化 但在脊柱的不同位置 压力变化相对一致 在静态加载过程中 椎间盘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形 将更多的载荷转移到小关节 在动态条件下 关节突关节和韧带分担脊柱的载荷 在这些结构之间进行载荷平衡 30分钟的动态重复性脊柱区区 如搬运重物 脊柱的整体刚度降低 椎间盘的变形和脊柱韧带的伸长 会导致载荷模式的改变 这可能会导致患者腰背痛 直立时身体重量 也会使得脊柱承受剪切力 尤其是在腰椎 腰椎的剪切力会导致椎体相对于 相邻的下位椎体向前移位 由于脊柱主要生机的纤维 很少平行于脊柱 随着这些肌肉张力的增加 椎间盘和关节突关节的压缩力 和剪切力都会增加 幸运的是 腰椎肌肉张力产生的剪切力 是向后方的 因此它部分抵消了体重产生的 前向剪切力 在区区和需要向后倾斜 躯干的活动中 如在航行中 用绳索下降和吊挂 这时候主要对脊柱产生剪切力 虽然脊柱压缩和剪切力的 相对意义尚不清楚 但剪切力过大 被认为是椎间盘突出的原因之一 腥干身机的张力 随着脊柱曲曲而增加 直到脊柱接近完全曲曲时消失 这发生在最大空关节曲曲的 75%和最大脊柱曲曲的 84% 此时脊椎后韧带完全支持曲肌力矩 脊柱伸机在完全曲曲时 停止收缩成为曲曲松弛现象 不幸的是 当脊柱处于完全曲曲状态时 脊柱韧带的张力会显著增加前向剪切力 增加关节突关节载荷 脊柱侧侧和轴向旋转时 脊柱的活动模式比曲曲和伸展更为复杂 研究人员估计 在第45腰椎关节处 50牛米的伸展力矩 施加800牛的压缩力 50牛米的侧驱力矩和轴向旋转力矩 在关节处分别产生 1400牛和2500牛的压缩力 在这些增加的载荷中 驱赶解抗器的张力起重要作用 由于做完力矩的增加 驱赶在冠状面不对称载荷 也增加了脊柱的压缩和剪切载荷 另一个影响脊柱载荷的因素 是身体运动速度 研究表明 以快速剧烈的方式 做一个提升动作 可以明显增加脊柱的压缩力和剪切力 以及追旁机的张力 这也是抗阻训练 应该以一种缓慢的 可控的方式进行的原因之一 最大限度的提升 外部载荷运动模式的平稳性 可以使腰底关节上的压力峰值最小化 然而在搬运东西时需要运用合适的体位 技术熟练的工人能够减少脊柱的载荷 即首先将载荷拉到身体附近 然后通过躯干的旋转将重物搬起来 古话说利用双腿而不是背部搬重物 指的是尽量减少躯干的区区 从而尽量减少体重对脊柱产生的扭矩 然而通用被举取重物相比 无论是举取重物本身的身体限制 还是蹬腿所增加的生理成本 常常使用这一股话不切实际 对于想要拿起重物的人来说 要重点关注保持正常的腰椎曲度 不要增加腰椎前突或让腰椎曲 保持正常或略平坦的腰椎曲度 可以使活动的腰椎身肌部分 抵消体重产生的前向减气力 并均匀地加载于腰椎肩盘 而不是对这些椎肩盘后环施加拉力 腰椎前驱可增加后环和关节突关节的负荷 而腰椎前驱区可改变腰椎身肌的活动性 使其不能有效地抵消前减气力 腰椎前向减气载荷与腰痛风险增加有关 当需要从地上捡东西时 腰痛患者通常会本能地将一只手放在大腿上 以支撑部分躯干的重量 同时身体前轻 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 在几种不同的体重物方法中 这种方法可以显著减轻腰背部的负担 曾经认为可以减轻腰椎压缩力的因素是腹内压 研究人员假设 腹内压就像腹腔内的气球一样 通过产生一定程度上抵消压载负荷的支撑力 来支撑临近的腰椎 在搬重物之前 腹内压升高可以证实这一点 然而科学家发现 当负内压增加时 腰椎盘内的压力也会增加 现在看来 负内压增加的作用可能是使躯干稳定 以防止脊柱在压缩载贺下曲曲 在不稳定负荷下 躯干的解抗基也会同时被激活 以帮助维持躯干稳定 研究表明 腹内压的增加会导致躯干身积力矩的成比例增加 对于完成像体重物这样的活动来说是有价值的 因为脊柱身积必须产生足够的身积力矩 来克服躯干前倾所产生的区区力矩 即被提起的物体所产生的区区力矩 装满输的背包会加重脊柱的宰赫 扎重的宰赫会导致身体姿势的调整 包括躯干和头部的前倾和腰椎前凸的减少 研究表明将背包内的负重降低 并将负重限制在不超过体重的15% 可以使姿势适应最小化 背部和颈部常见损伤 腰背痛非常常见 多达85%的人在生活中经历过腰背痛 在美国腰背痛是仅次于普通感冒的员工缺勤因素 腰背痛是美国所有工商索赔中最常见的 最昂贵的 在过去的10年间 腰背痛的发病率在美国一直稳步上升 这可能是超重和肥胖并发症增加的直接结果 而超重和肥胖与16年龄段的男性和女性的腰背痛 有显著关联 大多数背部损伤也涉及腰椎和腰背部区域 虽然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也是腰背痛的病因 但机械压力是腰背痛的主要病因 或许是因为男性在处理重物的工作中占主导地位 50岁以下的男性腰背痛患者大约是女性的4倍 腰背痛在儿童中也比较常见 这种发病率随年龄增长而增加 大约18%的儿童在16到14岁时经历过腰背痛 无论是不爱运动的孩子 还是在运动中极度活跃的孩子 都更可能经历腰背痛 大多数病例是肌肉骨骼问题及自我限制 青春期腰背痛与成年期腰背痛复发有关 不足为奇的是 运动员的腰背痛发生率比非运动员高得多 有超过9%的不同项目大学生运动员中 接受过腰背痛的治疗 儿童和经少年参与足球 篮球和长曲棍球 棒球和网球运动会增加腰背痛的风险 正如第三章所述 损伤生物组织的宰赫模式可能包括一次或几次大宰赫或多次小宰赫 重复加载 如在工业工作中发生的加载 在运动性能中发生的加载 及在卡车驾驶等涉及震动的工作中发生的加载 都可能导致腰背痛 虽然骨骼结构 指尖盘和韧带都有助于脊柱的稳定 但脊柱周围的肌肉已经被证明是维持脊柱稳定的主要因素 特别是脊柱主动肌和截抗肌的共同激活 可增加运动阶段的刚度 增加脊柱稳定性 提倡通过增强躯干肌肉耐力 而不是增强力量来预防腰背部的损伤 虽然损伤和一些已知的病例可能会导致腰背痛 但60%的腰背痛是特发性的或原因不明的 腰背痛引起慢性残疾的危险因素 包括脊神经根受类 实质性功能障碍 广泛的疼痛和因长期制动造成的损伤 大多数腰背痛是自愈性的 无论是否进行治疗 有75%的病例可在三周内痊愈 两个月内恢复率超过90% 临床医生有时推荐通过腹肌训练来预防和治疗腰背痛 这是因为腹肌无力可能不足以维持脊柱的稳定性 然而仰卧起坐式的运动 即使是在膝关节曲续的情况下 也会对腰椎产生超过3000牛的压力 部分卷腹是较好的选择 能够增强腹肌力量 对腰椎的压迫也较小 软组织损伤 背部最常见的损伤有挫伤 肌肉拉伤和韧带扭伤 在一般人群中占所有背痛的97% 这些类型的损伤通常是由持续的损伤 或肌肉载和过重造成的 尤其是腰部的损伤 疼痛引起的肌精卵和背部肌肉的结状结构 可能发展为背部肌肉损伤 也可能只是潜在问题的症状 造成这种胶感性肌精卵的生化机制 可限制受伤部位活动 是一种保护性机制 急性骨折 病因的不同决定了 椎骨骨折的类型 横突或急突骨折 可能由腹折的肌肉强力收缩造成 或有脊柱后部强有力的击打所致 这种情况可见于足球 橄榄球 篮球 取棍球和长取棍球等接触性运动 颈椎骨折最常见的原因是间接外伤 立重于头部或躯干而不是颈椎 严重颈椎损伤最常见的机制 是颈部微躯的情况下 向头上方施加轴向力 在没有适当的监督的情况下 潜入潜水或从事体操或蹦床活动时 可因头部撞击而导致颈椎骨折 大的压缩载荷 如集中运动或搬运重物时 会导致椎体中板骨折 高水平的冲击力 可导致椎体前部压缩性骨折 这种类型的损伤通常与交通事故有关 但它也可能是由冰上取棍球中与滑板接触 踢足球时正面阻截或拦截 棒球接球手和跑垒球之间的碰撞 或者乘坐雪橇 摩托和热气球时的碰撞造成的 由于脊柱的功能之一是保护脊髓 因此急性脊骨折极为严重 可能导致瘫痪和死亡 脊髓损伤发病率增加 与越来越多的人参加休闲活动有关 当脊柱骨折发生时 只有受过训练的人员才能够移动患者 脊柱硬率损伤 也可能是由相对较小的力 反复支撑造成的 如足球中的头球 足球运动员的颈椎退行性改变 比一般人群早发10到20年 其中踢球时间越长变化越明显 肋骨折通常是由在事故中 或参加接触运动时 受到暴力撞击而造成的 肋骨骨折是非常痛苦的 因为每次呼吸都会对肋骨施加压力 这类损伤潜在的严重并发症 是软组织损伤 硬力性骨折 椎骨骨折最常发生于 上下关节关节秃之间的狭部 此部位是椎工最薄弱的部分 狭部骨折被称为狭部裂或脊椎滑脱 其严重程度从裂缝骨折到完全断裂不等 狭部裂可能是先天性的 也可能是由机械硬力造成的 幼椎过身时受到反复轴向载荷 可引起狭部裂 腰椎滑脱在普通人群的患病率为11.5% 男性约为女性的三倍 双侧峡部会完全断裂 称为脊椎前移 导致椎体相对于其下方椎体向前移位 这种损伤最常见的部位是腰底关节 90%的滑脱发生在这个位置 脊椎前移最初通常在10-15岁的儿童中被诊断出来 在男孩中更为常见 脊椎前移的患病率在5-80岁中呈上升趋势 女性患者又为男性患者的三倍 与大多数硬力性骨折不同 脊椎滑脱和脊椎前移 常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合 而是会持续存在 尤其是在不间断运动的情况下 运动或体位需要反复过度伸展腰椎的人 较容易发生压力性脊椎滑脱 女体操运动员 足球前锋和举重运动员 尤其容易患这种病 排球运动员 撑杆跳运动员 摔跤运动员 花样滑冰运动员 舞蹈演员和滑挺运动员的发病率 也有所增加 退行性脊柱滑脱 是脊柱老化的一种常见情况 但疾病因尚不明确 椎间盘突出 有1-5倍痛是由椎间盘突出引起的 椎间盘突出是由部分 随和从环系中突出造成的 椎间盘突出可能与创伤或压力有关 最常见的突出部位是第五六 或第六七颈椎 第四五腰椎 或第五腰椎与第一底椎之间 大多数发生在椎间盘的后侧或后外侧 椎间盘本身没有神经支配 因此不能产生疼痛感 但感觉神经支配前后中韧带 肢体和关节脱关节的关节软骨 如果腰椎间盘突出压迫这些结构中的一个或多个 即压迫脊髓或脊神经 就可能导致疼痛或麻木 椎间盘突出并不会导致椎间系高度明显下降 因此不能通过X线有效检查 大多数腰椎间盘突出可以采取保守治疗 即不需要手术 因为没有症状 许多人患有椎间盘突出却没有意识到 对于那些有疼痛症状或轻微神经麻木的患者 可采取药物治疗、物理治疗 有时候可进行腰椎注射 对保守治疗无效的严重病例 采取外科干预治疗 通常是腰椎间盘切除术 挥边伤 静部挥边伤较为常见 据报道 每一千人中有四例 这种损伤常见于汽车交通事故 静部遭受突然的加速或减速 静心追交界处的剪切力矩和伸展力矩 是引起进步运动和损伤的潜在机制 研究表明 静椎会有一系列的异常运动 因为冲击速度和方向不同 以及性别不同 异常运动也存在差异 一般来说 甲定静椎为S型 上段成向前的弯曲 下段成向后的伸展 在这种情况下 静椎肌肉收缩迅速 有可能发生强迫离型拉伸 静椎上下均有可能发生损伤 挥边伤的症状包括 静部疼痛 肌肉疼痛 从静部放射到肩膀 胳膊或手的疼痛或麻木 50%至60%的病例伴有头痛 女性照男性静部结构的僵硬程度低 所以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发生挥边伤 小节 脊柱由33块椎骨组成 分为颈椎 胸椎 腰椎 底椎和尾椎 虽然大多数椎骨形状各不相同 但在整个脊柱中 椎体大小和关节面方向都相互关联 在颈胸腰区域 两个项铃椎骨与它们之间的软组织 称为运动阶段 椎骨每个运动阶段 由三个关节组成 椎间盘在脊柱负重时 其减震作用 脊柱左右两侧的上下关节突关节 对脊柱的不同运动阶段的运动能力 有显著影响 颈部和躯干的肌肉成对 位于左右两侧 这些肌肉单侧收缩可引起躯干侧躯和或旋转 双侧收缩可引起躯干曲躯或伸展 作用在脊柱上的力包括身体重量 脊柱韧带的张力 周围肌肉的张力 腹内压力和外部施加的载荷 由于脊柱肌肉相对于椎体关节的力比非常小 它们必须产生很大的力 来抵消由身体各部分的重量和外部载荷 在脊柱周围产生的力矩 脊髓损伤通常很严重 脊柱围脊髓提供保护作用 腰配痛是当今一个主要的健康问题 也是影响正常工作生活的主要原因 在脊柱中处理 所以我们就在脊柱中处理 感谢观看